创造历史 唐凯获得中国首个MMA世界冠军 就在刚刚中国选手唐凯和丹乐 在万宇亮级世界冠军赛中赢得胜利 成功登顶王座 唐凯今年26岁 是一位弗兰娅子 作为中国综合格斗名将 唐凯其实已经在圈内成绩斐然 唐凯还有一个绰号叫KO男神 经常在第一回合一击KO对手 这场比赛的胜利将是唐凯职业生涯里的闪光时刻 由于这场比赛时长实在是太长了 小河南也是半夜被老板揪起来 你知道吗 唐凯要打比赛了 OKOK 钱到位我到位 下面小河南为大家剪辑纯响版 删除无聊剧情直接进入高潮 蓝方拳手唐凯 红方拳手丹乐 激战一开始 两人迅速进入对战模式 拳法使用上都比较谨慎 也在灵敏地寻找机会 唐凯的扫踢屡屡奏效 在中远距离 丹乐腿部频繁遭到击打 他也在迫切寻找机会 第二回合 丹乐加紧了拳法攻势 而唐凯的低扫给对手造成非常大的杀伤力 不断被消耗的丹乐开始尝试楼爆 我想和你一起进入地面 不过都被唐凯防住了 比赛还剩一分钟时 唐凯低扫直接把对手勒倒了 占据打击优势 提一个小小建议 你们这种比赛 可不可以提前打呀 不要总是在周末打 你们没有这个常识吗 周末人是需要休息的 不是工作的 不过 钱到位呢 另算 好的 我们来看第三回合 显然唐凯之前是已经了解过丹乐 知道这个人腿部有一些薄弱 所以极尽所能地打击对手的腿部 而且效果很明显 丹乐此时已经开始着急了 不断加强摆拳的杀伤力 想要尽快的KO唐凯 想要结束比赛 他忍不了了 尿急 第四回合也是全场最精彩的一个回合 唐凯在一次拳法对攻当中击倒对手 但是丹乐恢复得很快 并且予以还击 也给了唐凯一次重击 此时两个人就像涌动机一般 体能完全用不完 似乎还想打到第五个回合 能不能快一点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回合 两个人和预想的一样 已经完全没有组织成型拳法的体能 拳法精准度也已经下降了 两个人只能干溜了 不过都很聪明 没有选择在地面 看来两位选手都是战力打击型选手 最终两人打满五回合创造了历史 唐凯获胜 唐凯是赢了 丹乐的腿也废了 很公平啊 唐凯在接过筋腰带时非常激动 虽然这个筋腰带不是纯金的 但是含金量非常高 他开启了属于唐凯的雨量级时代 多年的辛苦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要知道唐凯在学习MMA的六年时间里 几乎都待在海外 陪伴他的只有女朋友 连家都很少回 此时让我不禁想要高歌两曲 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今天 今天是周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